一提到彭佳麗,耳邊立即響起她的經典歌曲《從不喜歡孤單一歌》 曲是1993年收錄在她歌曲徘徊的一首歌 2013年,彭佳麗和朱主席合唱首本名曲《從不喜歡孤單一歌》紅爆網絡 彭佳麗在疫情期間,有感而發,創造出新歌《醜怪》 歌詞以疫情為背景,希望可以鼓勵人心 我們不如說說近方 近方就是感恩,雖然疫情,但我仍然很忙 因為現在有時宣傳的時候,我們會回來公司 不會到處走,要乖乖地 其實也有她的方便之處 我們有時做訪問的時候,特別是電台 我們就已經開始轉了,更是Zoom 以及在網上,可能自己開Live,拍片 所以其實科技的方便 都會令到我們宣傳,也有一個方便了我們宣傳 因為現在還未能出街,我們也要守規矩 因為如果外出街,我要偷偷地脫口罩,也不太好 所以,我身邊很多朋友都已經中了 所以,我也是這樣的 例如,要做測試,我一定是做完的 我每次開工之前,我一定做的 我會覺得這是自己的責任 由我自己開始做起 我覺得在現在大家在咬緊牙關共渡的時間的時候 我覺得這首歌能夠在這個時間 可以讓大家聽到 我覺得是一個 對於我自己來說,我唱來講 我覺得是很有使命感 所以,其實這首歌出街的feedback 是很多朋友都說很鼓勵到 還有,我有一個朋友說他每一晚都要聽幾次才睡得著 所以,我覺得 這首歌出街的時候,我沒有想過 希望怎樣,成績會怎樣 反而是,這次我覺得 我自己唱的演繹的歌可以陪到大家 去過一些艱難的時間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 還有,也很希望 其實這次之後,我也很希望 在將來找歌的方向 都是希望可以在那個 當然,那個 melody 好聽 然後,那個歌詞 如果是有意義 可以陪到人同行的話 這一個就是我這一刻 我自己最希望的事情 OK 我想這裡 你們家在魔術所有的行動 結束得到 加密公司 使勞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